作為鋼噪耳機的發明人 Bose又怎會缺席近年的真無線鋼噪耳機大戰呢? 雖然遲了些,但遲到總比沒有到 今天就是測試這隻 Bose的Quiet Comfort Earbuds 作為對照就會用這隻 都是熱門的Sony WF-1000XM3 叫做Quiet Comfort Quiet即是轉換過來 即是降噪就是它最大的賣點 其實它提供了11級的降噪 你要仔細點調的話就入App 其實就有個Bar讓你慢慢拉 這邊最大就是降噪最大力 去到0就會收回環境聲 即是平時大家說的通透模式 如果你想快捷一點換的話 它也可以預設三個Mode 就用左耳用它的Touch Panel 去點擊兩下 就可以在三個預設的模式裡面 轉換 都很方便 在大家都開了最強的降噪之下 Bose的表現真的更加厲害 即是如果Sony是你當它是80的話 Bose是可以去到100那麼誇張的 即是我覺得戴上去之後 直接是有接近頭戴式耳機 那一種的降噪效果 我覺得 在實際的聽感方面 在低頻部分 即是一些冷氣 機械運作的聲音 Bose是會再厲害一點的 即是幾乎是聽不到那種level 那去到中高頻方面 即是一些人聲那些 那Bose的左隔和降噪表現 亦都會比Sony再好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 Bose的表現就會比Sony好 即是戴上去之後 就真的有那種 整個世界清靜了 不好意思補充多一句 在抗風噪表現方面 都是Bose比較厲害的 其實現在的高頻噪音 主要還是靠物理式降噪 即是耳機能夠塞到你的耳朵不實 Bose的設計 就有一點散型 以及是橢圓型的 亦都有耳翼 去幫忙輔助 那帶上去之後 它不算很深入你的耳道 但是它的隔音是做得OK的 而且有耳翼輔助 它是頗穩固的 即是你挖頭 是不會挖掉的 是的 那至於Sony 它就是純粹用一個比較長的耳塞 去深入你的耳道 其實它的隔音 是OK的 做得 但是 我就覺得它不算太穩固 有一次我走得太快 它就掉了 掉了進去渠道 幸好是看渠 所以撿得回 如果不是 都挺心痛 整體的降噪表現 就真的Bose 會比Sony強的 順便說完它們的舒適度 Bose就真的帶得穩固一點 而Sony 的入侵性就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舒適度來說 都是Bose 會贏Sony 至於音色方面的表現 Bose的整體是偏暖的 另外它的聲場 我也覺得是挺闊的 在低音方面的表現 我覺得是挺出色的 很有力量感給大家 其實它整體的細節表現 我都覺得是非常之不錯的 不過在中高頻方面 尤其是人聲方面 始終都是Sony會更加清晰和通透 音色方面都是Sony有些優勢的 補充多一點點 就是Bose 它的App是沒有EQ 給你去調校的 Sony都可以自己調校EQ 或者用它的預設 在自由度方面 Sony就會大一點 至於連接方面 Bose就是用藍牙5.1 Sony就是用5.0 它們的穩定度表現 我就試過坐車 坐巴士 還有那裡紫塞的進業里 還有行商場 我都試過了 Bose 是未試過斷線的 而Sony 就試過在商場斷過 我覺得整體的表現 都是Sony會沒有那麼穩定的 連接方面 不過 作為今年最新推出的耳機 仍然沒有 多裝置的連接 如果你是用下Notebook 又要轉到電話的話 就真的差跌了 現在 出名的盒大的Sony 終於都有對手了 兩個都是 超級大 我個人覺得 Bose 我就覺得 它的盒子的設計 是差一點點的 開啟就沒有問題 很順暢 很有型 但是 它就是因為用了一個 扣的設計 所以你關的時候 就是一下 坐下去的感覺 而相反 Sony就是用簡單一點的磁力 整個 使用的體驗 會更加舒服 方便 Bose的盒子 都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 它是支援無線充電 而Sony 這麼大的盒子 都是不支援的 電量方面 單計耳機 大家都是6個小時 那就正常水準了 至於計上充電盒 就是Sony贏了 總共可以提供24個小時 Testing testing 現在正在用 Sony WF Cinex 153 來打電話 Testing testing 現在正在用 Bose QC E1 來打電話 說到打電話方面 相信大家都聽到 兩隻都是水軍鬥水兵 一般 Sony 它的雜聲 是會小一點的 而至於Bose 它的雜聲 就會大一點 但是人聲 相對 亦都會大聲一點 和清晰一點 作為降噪耳機的發明人 Bose 在這次QC Earbuds的表現 都沒有令大家失望 根據它的名字 它的降噪 和舒適度 再加上它的整體表現 其實都是水準之上 尤其是在降噪方面的表現 尤其是在降噪方面的表現 我猜都是真無線耳機 最好的 至於Sony 它就出了年紀 其實它還有它的優勢 尤其是在音色方面 都還是很大出的 但是如果在這一刻 叫我二選一的話 我可能就會選Bose 因為我自己是記者 可能要經常走來走去 坐車 我會覺得一隻降噪更加強的耳機 是會比較適合我的 這隻 我會等它下一代 我會覺得一隻降噪